台湾形象展日前在美国华府开幕 今年展览针对美国市场产业需求 向市供应链重组 美国大机主计划 疫情后复苏等商机 推出台湾精品馆 智慧车辆馆 神迹医疗馆 元宇宙体验馆等主题展区 以国家队形式整合产业实力 美国中议员李维兹和鲍姆巴赫出席参观 对台湾的电动车发展 尤其印象深刻 It's hard to believe that it was a car You felt like you were in a Maybe a two-person home theater With luxurious seating and apportionments And then to realize No, indeed, this is a car that goes zero to 60 In less than three seconds It's just incredible I have an electric vehicle myself Which I love I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what I saw here 鲍姆巴赫是美国德拉瓦州议会 台湾之友连线共同主席 李维兹也表示热爱台湾的民众 文化、美食和民主 美国坚定支持台湾民众 他们都期待台美关系能进一步深化 扩大两地情貌交流 台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台湾的国家和民族 都很接近 台湾的国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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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很接近 美国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渡美代表香美琴在形象展的摊位上 戴上VR虚拟实镜装置 亲身体验 台湾形象展主办单位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之邦表示 这次展览让美国民众知道 台湾不但半导体做得好 优势产业还包括了电动车 5G 向世代通讯 智慧医疗 生物科技 都有顶尖技术 而这些正是美国未来产业发展 最需要的项目 期望能够促成台美产业合作